好朋友们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的课程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我们的厂路综合问题的第一讲 厂路综合问题其实就是我们电磁感应那部分内容 因为电磁感应的题目中大家都知道 它既有刀起棒在磁场中的运动 有磁场 那必然也会存在电路 所以厂和路都有 所以它就是非常典型到厂路综合问题 那么厂路综合问题一般我们的路有了一些种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几种是比较常见的 第一个是杆子和电阻构成的回路 没错吧 就是我们的回路中只有电阻 第二种杆子和电容器构成的回路 这种电路的话 同学们可能做起来会稍微的不熟练一点 第三种杆子和电源构成的回路 当然一般来说有电源的话 我们的电路中也会存在一些电阻 其实就是杆子电源和电阻三者 构成的回路 那么这种题目分别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道立体 就是我们的第一道立体 第一道立体同学们一看这个图就应该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杆子和剑组构成的回路 先一起把题目的条件裸列一下 如同所示 MNPQ为数值方向的两个平值的长值金属导轨 间距L等于0.4米 OK 电阻不计 导轨锁在平面 于磁感异强度B等于5特斯拉的磁场 是吧 垂直 质量M呢 应该是6乘以时的4次方 0.06千克 内阻R等于0.5欧姆的金属感AB 始终垂直于导轨 并且与其保持光滑接触 导轨的两端分别 分别结由组织为3欧姆的电阻 它是3欧姆 它也是3欧姆 所以我们的R直接选成3欧姆就可以了 重力加速度取实 那么导轨多多长 如果使金属感AB由净子开始下滑 最大速度多少 其实很简心是吧 因为它肯定是加速的 速度越大 电中式越大 电中式越大 电流越大 电中越大 我们阻力的安培力越大 安培力等于重力的时候 它应该显示最大速度 那么所以第一问题 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 有一点需要我们简单区分一下 就是这个电阻和这个电阻 是什么关系 它们俩应该是一个 非常简形的病年关系 对吧 最近有点感冒 很抱歉 它们俩是个病年关系 是吧 再和我们这个电源的类组串 所以我们来算一下 如果这些分裂式是这样的 E等于BLV 电中I等于什么呢 等于E除以R总 E除以R总 这个R总能影多少呢 电中的总电子 它们俩是病年的 病完之后 再和它串联什么 它是0.5 大概3Ω是吧 所以那R总呢 你算一下 等于2Ω 讲错了 等于2Ω啊 然后呢 我们的安培力 等于BIL是吧 然后F安培力呢 等于重量MG是吧 把这些分裂式都列完之后 你去解就行了 学生们肯定会说 你这个分裂式列完处呢 我本来是有头绪的题目 是吧 你列完之后呢 我反倒没有头绪了 就是很正常 因为分裂式的确看得比较恶心 是吧 但是呢 你得列 因为考试的时候呢 我们是按你的分式给分的 如果你只列个最终的数字的话 可能不做分就没了 只给你一个答案分 当你的计算的时候 可能不是那么麻烦 直接按照思路列数字就行了 计算的时候 在操纸上 BLV是我们的电动式 除以R总 是我们的电流 电流再乘以BL平方一下 是吧 就等于我们的安培力 它应该等于MG 所以其实我们很容易算 才未能多少 V等于MG R总 除以B方 L方 把数据都带进去就行了 是吧 M是0.06 乘以7 等于0.6 乘以2M B方L方 是吧 B乘以L等于2 是吧 B乘以L等于2 2的平方等于几 2的平方等于4 所以算出来V0多少呢 VM等于0.3米每秒 一会就秒了 是吧 再看第二问 说稳定之后 整个电路耗电的总功率是多少 第二问的话 同学们可能拿到这个题目之后呢 第一个感觉是 我们的电路能量最高的耗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吧 它的重能已经不变了 是不是 所以呢 它 它和它 三个电阻 消耗的较热 就是得以我们电路消耗的总能量 没错吧 所以同学们可能会去算 是吧 就直接是BLV 是我们的电动式 再除以R总 或者BLV的平方 除以R总 用这个式子 其实就可以算出来我们电路所消耗的总功率 是吧 E的平方 除以R总 是吧 U的平方 除以R这个式子 这个纯电阻电阻是可以用的 这是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当然是对的 但是呢 它其实并不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我们在处理厂路问题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要关注能量的流动 是吧 这个能量最初从哪来 之后流到什么地方去 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的确产生了较热 这个较热是从哪来的 最早都流到从哪来的 最早是不是肯定是重力做工啊 重力做工 最后产生较热 是吧 重力做工在中间 经过一系列的转化之后呢 最后变成较热 所以呢 重力做了做工 就转化来做了较热 是吧 我们是可以去算较热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算 重力做工是不是 所以如果我们问 耗键的总功率 其实就是我们重力做工的总功率 没错吧 重力做工的工率多少呢 直接MGV就秒了 MG等于0.6 V等于0.3 所以MGV等于0.18 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二问 它也就秒了 那么最后第三问 是吧 赶下滑速度稳定之后 二二两段的跌压是多少 写的案件非常简单 是吧 它是0.5欧亩 它们的病年之后是1.5欧亩 是吧 那这个病年电子 是分下多少呢 肯定是四分之三倍的E 所以呢你直接四分之三倍的DLV 就可以把答案算下了 同学们 这一步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我就不帮大家算了 给你们看一下答案 第一问是0.3米的秒 第二问是0.18吧 第三问是0.45V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第一题也就做完了 今天录课呢 不太顺利 因为我最近有点感冒 前几节课录的时候 嗓得特别疼 但是呢 同学们可能感觉不出来 觉得我声音可能沙哑一点 今天这个课录课的时候呢 就最近搞咳嗽 所以可能在录课的时候 会发出一定量的咳嗽的声音 希望同学们能够见谅一下 而下面是我们的第二道题 刚才第一道题的话 同学们做完之后 发现它是个非常典型的 纯电阻问题 那么第二题的话 它就是一个带电容的问题了 带电容问题的话 它的处理方法 和带电阻的问题处理方法 是完全不同的 到底怎么个不同法呢 一起来看一下 有助所是光滑的水平 金属导轨 MN PQ 相距L 导轨所在区域 有垂直于轨道平面 数值向下的云象滋上 磁干硬强度为B 先把条件都记一下 L和B是我们已知的 导轨的MP 皆有一个电容器 C 金属杆AB垂直于导轨 放置 其次量为M 不计一切阻力 当然如果计阻力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做的 现在对AB 施加一个外力F 是他开始这个运动 次讨论 金属棒做什么运动 其加速度表达是什么 这个题目的话 它的难度就比我们的 纯电阻电阻要那么多 是吧 怎么做呢 做这个题还是非常有技巧性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同学们一看 我们肯定是这样的 你在网约拉了之后 它会有个潮流的速度 有速度之后 它就会产生电动式 有电动式之后 就会在这里面产生电流 没错吧 所以如果我们对它进行分析的话 它应该是这样的 叫做F-B-I-L 是不等于M乘以A 这是同学们的理解吗 F-B-I-L等于MA 是吧 F就是我们的拉力 B-I-L是我们的安培力产生的阻力 等于MA就是我们的加速度 然后立完这个数字之后 你发现这个数字好像挺解不出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数字中有两个位置量 一个是我们的电流I 一个是我们的 什么 一个是我们的加速度A 而且呢 电流I特别难处理 难处理就难处理在 如果是个电阻的话 I乘以A 就等于我们的电压 在电容 好像跟电流没什么关系吧 同学们都知道 电容它 电压和电流大小没关系 电容的 两端的电压大小呢 它只和电容上的电荷有关系 没错吧 那怎么把我们的电容这个东西 和电流这个东西 以及电压这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建立起联系呢 这是我们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 怎么解决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注意这样一个东西 就电容两端的电压 是不是永远是BLV啊 没错吧 电容两端的电压永远是BLV 所以呢 电容上的电荷 是不是应该是BLV 乘以C啊 出来电荷之后 你看电荷是不是和电流 就比较接近了 电荷随着时间的这么一个导数 就是我们的电流吧 所以呢 Q等于BLVC 所以电流I呢 等于dataQ 除以dataT 是吧 DLC都是不变的 所以呢 等于BLC dataV 除以dataT 同学们 你们都学过高一 是吧 dataV除以dataT 说我们在物理学中的一个物理量 正好是我们的加速度 所以呢 等于B LCA 把这个电流的比较大师呢 带上去 你看 是不是特别爽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终于把上面的两个位置量变成一个位置量了吧 本来有I和A两个位置量 现在 现在我发现 我发现I是可以用A表示的 就剩下一个位置量了吧 带上去就可以了 F 减去 把它带上去 B方 L方 CA 等于MA 是吧 所以算出来 A等于什么呢 F除以M 加上B方 L方 乘以C 这个东西 算出来的就是我们的 加速度 云加速 直升运动 很神奇 这是我们的第一问 就出来了 第二问其实就非常简单了 是吧 这个题目比较诡异 一般来说 大部分题目 这些高考期 它是满足这样的规律的 就是第一问 第二问 第一问非常简单 第二问稍微难一点 第三问特别变态 是吧 这个题目第一问特别简单 第二问 第一问特别难 第二问特别简单 赖压值是U 那么为了保证不击穿 我们的 我们的F应该不能准够多长时间 B L V V就是AT嘛 等于U不就行了吗 临界状态就是我们的 电源产生的电动室 正好等于U 这不是临界状态吗 所以T例如什么 U除以BLA 把这个A带进去 就秒了 它是F M 加上B方 L方C T的临界值得有这么多 是吧 P比较小 就可以了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题 我们继续 第一位是这么多 第二位是这么多 跟我们计算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道题 第三道题题上太长 它的大部分东西在我们的第二页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题目跟前面两道题又不太一样 这个题目第一题是纯电阻 第二题是纯电容 第三题 有电池了 如同所示呢 杆和电源连接构成回路 那么平行场导轨PQ M光滑L等于0.5米 没错吧 B 我看那个后面 可以 等于0.8厕所 我只要看看我们写的字 在不在后面那一页的体概上 然后呢 M 等于0.1天克 没错吧 而电阻等于0.8欧 就是我们AB的电阻 是这个AB的电阻和质量 导轨的电阻不计 电路是E 等于1.5伏克 内阻等于0.2欧 没错吧 所以分析 在开关S B和的这一个瞬间 AB的加速度有多大 加速度方向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看 电流是这样流动的 没错吧 根据我们的左手定则 我们的安培力是朝右的 所以加速度呢 必然朝右 至于加速度大小有多大 其实很好算 如果写分裂式 就这样写 电流I等于E 除以大R加小R E除以大R加小R E是1.5 大R加小R是什么 1.5安培 安培力呢 等于BiL B等于多少 0.8 I是1.5 L是0.5 0.6是吧 0.6 0.6安培 没错吧 就我们变了 再然后呢 加速A 等于F5安培力 除以一个M 0.6 除以0.16米 每二次方秒 没错吧 这是我们的加速度 随后呢 我们AB的加速度 会慢慢的变小 速度会变大 最后就匀速了 为什么加速度会变小呢 因为它在朝右运动的时候呢 会形成一个反向的电动式 这个反向电动式会和我们的电动式慢慢的抵消掉 导致我们电路的核电动式 越来越小 电路的电流越来越小 这样的话我们的加速度越来越小 没错吧 所以如果你需要画一个V系图 大概是这么回事 V 系图 大概是这么回事 加速度越来越小 最后就匀速了 没错吧 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一位就做完了 难度呢 不大 再看看我们的第二位 在开关SB核之后 为了使我们的导体AB 以7.5米每秒的速度朝右运动 应该施加一个什么样的力 你注意一下是吧 我们的物体肯定应该是受力平衡的 受力平衡指的是拉力 以及我们的安培力 两个力受力平衡 所以我们在算拉力之前 先得把我们的安培力算出来 没错吧 要求拉力 先算安培力 那么在算安培力之前 我们得把电流算出来吧 要算电流的话 是不是先得把我们电路的核电动式算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的感应电动式 以及我们电源电动式的总和算出来 那么怎么算呢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首先啊 如果说你自己平时感觉比较好 肯定应该知道 它朝右运动的时候产生的电动式方向 肯定和我们电源电动式是相反的 没错吧 一个产生顺时针电流 另外一个产生逆时针电流 是吧 但如果你不会 你没有那样的吵得好的感觉的话 你非要去慢慢判断也可以 右手另择啊 磁感线穿过掌心 大墓的指向运动方向 四指指向电流方向 电流是这样流动的 在电源内部啊 我们的电流是从负极流向正极的 好了 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我们 以7.5米每秒的速度运动的时候 我们所产生的这么一个电动式有多大啊 呃 我们用E1帖表示啊 E1帖等于BLV 哎呀 不小心被我擦掉了啊 我看一看BLV分别等于多少啊 B等于0.8 L等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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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V等于7.5啊 好 呃 0.8乘以0.5乘以7.5 等于3伏特 OK 它是3伏特 它是1.5伏特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电路的核电动式呢 应该是1.5伏特 没错吧 所以呢 我们的电流I等于 E1帖减E除以R总 等于多少呢 1.5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一个类组是0.8 一个类组是0.2 所以加一下是E等于1.5A 电流是1.5A是吧 而既然电流等于1.5A的话 我们的安排力 等于 等于B I L B等于 又忘记了啊 B等于多少 B等于 0.8 I等于1.5 L等于多少 0.5A 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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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算出来的恒例呢 我们的安排力朝左是0.6A 所以我们的推力F呢 应该是朝右的0.6A 是吧 必须让我们的推力和我们的安排力正好平衡 才能保证这样一个速度的匀速直线命动 那么这个题目的话还有一个第三问 请分析我们电路中能量的转化情况 能量的转化情况 怎么个转化法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是吧 能量的来源呢 可能有两个 同学们一想 应该是这样的是不是 首先电源做工是1乘以I 电源做工是不是应该是1.5A 1.5伏特 乘以1.5A 是电源做工 没错吧 就是EI 然后呢 我们的推力F也得做工吧 这个F是0.6牛顿 所以W等于多少呢 W等于0.6牛顿 再乘以FV嘛 FV等于7.5 0.6乘以7.5 等于多少 让我看一下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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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4.5 不是 那是P 不是W 4.5 4.5W 我们的电源做工是 电源做工的功率是 1.5V 乘以1.5A 等于2.25 2.25W 是吧 推力F做工是4.5W 除此之外 还有个电源内容 消耗的功率吧 P Q 等于什么呢 I的平方 乘以R 电源是1.5A 1.5的平方 乘以1 等于2.25W 同学们一想不对啊 他说你看啊 我们推力做工是4.5W 推力做工的功率是4.5W 是吧 而我们电源做工的功率是2.25W 应该是4.5W 加上2.25W 等于我们产生的热量 2.5W 不对吧 4.5W加上2.25W 怎么可能对于2.25W呢 诶 这时候呢 你可能就调到一个复位陷阱里面去了 什么样一个复位陷阱呢 电池这个东西 它不一定是做正工 是吧 如果说我们电流的方向是顺时针的话 诶 我们电流的方向和电动之方是一致的 我们这个电源是做正工的 但这个题目你要注意一下是吧 我们电流的方向和我们这个 我们电流的方向和我们电源的正极方向相反的 所以我们这个电池做的是副工 或者你可以理解成 其实是我们这个电路给个电池充电 没错吧 那这样的话 逻辑上就已经无通了吧 F做工是4.5W 是吧 这个4.5W呢 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有2.25W配成的热量 还有2.25W是给我们电池充电的 而这样的话 整体上能量它又手横了 就是没有问题吧 这样的话我们的第三题就讲完了 0.6